家里人想给马连良先生找一套体面的衣服作为兽衣 经过这造反派五天五夜连番抄家以后啊 这38套衣服竟然一条裤子都没有了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这帮孙子他们不敢把这个西服上衣穿着上街 但是裤子不碍事啊 他们家都给拿家去了 可见这帮孙子的人性啊 打着什么样的旗号 干着什么样的事 您各位好啊 我是昆仑流石 在香山公园的东路 北京植物园的后生 有一座小山啊 叫万花山 要是单独提起这座小山呢 可能没谁知道 不过就在这座小山岗上呢 却埋葬着好几位京剧界的名领 京剧大师马派老生的创始人 马连良先生就安葬在这 捋着这条时机小路一直向上 您就能找到这马连良先生的墓地 在这块墓地安葬的除马先生之外 还有马先生的原配夫人王慧如和这续贤夫人陈慧莲 马连良先生啊是清真跪教 所以呢 在他的墓地当中啊 也能找到这个穆斯林的影子 一提到马连良就有人爱说呀四大虚声 其实啊在四大虚声当中 又有南齐北马的说法 这南齐呢指的是上海京剧院 齐林童周信芳先生 这北马呀自然讲的就是马连良了 一提到这马连良和周信芳啊 不光是这京剧艺术好 并且呢 在黎原海里这人性呢 也得是数得着的 并且呀 这两位先生的最终命运 也是出奇的相似 这两位先生啊 都是因为在文化浩劫以前 出演关于海瑞的剧目 而遭到了迫害 齐林童周先生啊 演的这出剧目啊 叫海瑞尚书 马连良马先生呢 这出戏啊叫海瑞罢官 至于这两出海瑞的戏 为什么能导致最后 两位先生蒙冤至死啊 这个我在这儿不想多说 也不能多说 您呢随便百度一下 就能查得到 1966年文化运动开始 这马先生的第一张大字报啊 就出现在中国戏剧学校 从这儿开始啊 那就是倒霉洗手 随之而来的就是 抄家挨斗关牛棚写检查 并且呀是周而复始 没完没了啊 直到先生去世之前呢 还经常自己叨念 这是怎么了 到底是为什么呀 合着先生一直就没想明白 1966年的12月13日 这马先生在家中啊 心脏病突发 这会儿呢 马先生家呀 已经被造反派看上了 马先生要想出门就医啊 也是非常困难 百般央告啊 也是不答应 最后无奈呀 家人只有下跪央告 造反派才同意 马先生去赴外医院治病 打电话叫车吧 人家一听啊 是府内大街54号马家 这出租车公司啊 根本就不给派车 为什么呀 因为那会儿 马先生他正黑呀 大伙都怕受牵连 最后啊 只能编个瞎话 说是府内大街52号 臣家要车 出租车公司才算派车来 人送到了府外医院啊 抢救了三天 最终呢 在12月16号早晨8点 马先生终究啊 因为这个心脏病 抢救无效 带着一生的遗憾 和他呢 不可替代的京剧艺术 撒手人寰了 家里人想给马连良先生 找一套体面的衣服 作为兽衣 经过这造反派五天五夜 连番抄家以后啊 这38套衣服 竟然一条裤子都没有了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这帮孙子 他们不敢把这个西服上衣 穿着上街 但是裤子不碍事啊 他们家都给拿家去了 可见这帮孙子的人性啊 打着什么样的旗号 干着什么样的事 就在前两天 马先生病住 这干闺女梅宝月 到这个妇外医院前去探望 最后回到团里啊 还是一通臭批呀 所以啊 在马先生送行那天 妇内大街 54号马宅 那可以说是门庭冷落呀 根本没有人敢前来吊咽 都怕沾一身黑 当时正当红的那 马先生那个干儿子 没来 上海那更红的那徒弟 也没来 据我所知啊 那天啊 前来吊咽帮忙的 只有这马先生早年的弟子 王金露 和后来的入室弟子 张学金 王金露先生 文武代打的老生啊 只在电视上见过 这张学金先生的甘露寺啊 我是真没少看 颇得马先生真传的 身为啊 这马连良的弟子 这人格啊 也是让人佩服的 得嘞 今天啊 这京剧大师 马连良啊 咱们就聊到这 首都博物馆 马连良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的专题展 还在展 得快啊 您也瞧瞧去 在那展出的 有除了我今天聊的这些 一切 马先生的生平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咱们呀 就聊点那 别人不爱说 不爱聊 不敢说的事 我您的好朋友 我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